隐藏在地下,看上去就像一个井盖,晚上就会升起来给人们使用 要说无聊,还是老外们比较无聊,一天天的进研究一些奇奇怪怪的发明 比如今天要说的这款升降公厕,它就是由荷兰人脑洞大开所发明的 整个公厕长2.45米,宽1.5米,别看它体积小,但是五脏俱全 和普通公厕一样分男女,厕所的两侧是男士使用的小便池 内部是女士使用的单间厕所,女士使用的单间还可以从里面反锁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可以避免街上的醉汗,因为意识不清误入的问题 而且它也配备洗手池和烘手器,甚至连消毒液都准备好了 不用担心卫生问题,和普通厕所对比,唯一不一样的点就是可以自动升降 而且它升降的速度很快,全程只需要25秒,所以不用担心升降的过程中憋不住的问题 此外,这款升降厕所含有自动清洁的功能,每小时会自动清洗六次 除此之外,还有专业人士对它进行清理和维护,让它时刻都能保持清洁 此外,升降厕所也不会改变原有的地貌,影响到城市市容 无人启用的时候,它会隐藏在地平面以下 上盖部分和人行道的普通井盖很相似 人也可以正常在上面行走,不需要占用地面空间 也不阻挡视线和影响卫生,很适合设置在公园广场等地方 既能解决人们的正常需求,也不会因为好好的美景 多了一个公厕在旁边,影响美景 而且,它也不需要专人管理 采用投币刷卡和移动电话信号控制就行了 完全自动化的装置,节省了人力 毕竟在发达国家,人力可是相当值钱的 站在外面还可以看见不同颜色的信号灯,告诉你里面是否有人在使用 冬天里还有暖气供应,这可都是十分人性化的设计 如今这种升降厕所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地区很受欢迎,已经开始普及了 不过,有很多小伙伴也会表示,一个厕所而已,搞得这么高科技 我都不好意思去用了,尤其是作为公厕,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实用 整这么多花蜜胡哨的没有用 不管欧洲人怎么觉得,但至少现在来说,这款公厕在我国并不被看好 首先它的性价比很低,这样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厕所 造价居然高达40万美元,可以在不少新一线城市买一套房了,有没有 公共厕所作为一种为了方便广大群众的基本建设 使用起来一定要方便,并且容易找到 升降厕所不使用的时候隐藏在地下,急用的时候难以找寻 年轻人对它的接受程度尚且还高一点 如果是一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或者是连智能手机都不会用的老人 他们偶尔在街上突然想上厕所 如今,如果还是这种隐形厕所,就会对他们很不友好 尤其我国人口密度很大,尤其是节假日游玩高峰期 一些景点里人流量更是巨大,普通面积稍大的公厕 外面都有人排队等着上厕所 这种只有三个坑位的小厕所就显得有些不够用了 万一进去的人拉个肚子,在里面多待一会儿,外面的人可就难熬了 所以说这款公厕看着神奇,但并不适用于所有地方 好